词诞 嘉宾 曲 嘉宾 编曲 嘉宾 难忘初相遇 你迎迎消遇 眉目留传彼此回忆 聚散都相依 相思量不易 爱命开心地永远 我与你遇见清醒 为你一生钟情 就求你知道我珍惜你 这能不能交进一生为你沉迷 那心交给你我愿意 与你遇见清醒 为你一生钟情 就算孤河同一株骨铭 刹那目光交集 一生为你沉迷 就算胆下去就算胆下去 我就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女儿不孝 都这么大了 还得试试让阿玛操心 你是阿玛的心肝宝贝 阿玛怎么能不试试为你操心呢 这次皇上能为义重任 代表皇上越来越看重我了 你的地位也就越来越有保障了 阿玛 皇上 臣接到现报 高徒和球表两人已投效戈尔丹 这个戈尔丹本来就狼子野心 倘若龙藏经再落于他手 他们肯定会利用此经大作文章 势必会影响我军士气 更有可能造成我军心大乱 皇上 我觉得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以臣推测 除非高徒已确定戈尔丹 风雨已满 有足够的实力对抗朝廷 在此之前 他是不会交出龙藏经的 你说得有道理 这个高徒一向行事谨慎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他一定不敢轻举妄动 这样 靖萱 为了安全起见 朕希望你能跟屠哈赶赴戈尔丹 名为是待阵监军 暗中是缉纳高徒归案 靖萱定当效命 你得切记 此行以昭安为主 无论戈尔丹如何挑衅 没有朕的旨意 切不可轻易出兵 遵旨 皇上为了安抚宁王爷等人 封我为正美大将军 我已经够窝囊的了 如今又派庆王爷监军 让我听命于他 我岂能服气啊 你可想出更好的主意 今天靖贵妃娘娘告诉我 皇上之所以重用庆王爷 是希望他能够从高徒手上 把笼藏经给抢过来 我原本想的是 只要能够比庆王爷早一步 得到笼藏经即可 但是现在还能够 看来或许跟他一起出征 反而更容易要他的命 你想利用战场的机会 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在朝廷上不能动他 难道在战场上 还不能够与他一斗吗 听说你很快就要出征了 是啊 很快就要走了 祝你齐开得胜 早日凯旋归来 如果你能像以前一样 率性执着 我就不会担心有人欺负你 现在我反而放心不下 你安心出征吧 你安心出征吧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你真的希望我安心出征的话 在我出征之前 你最好给我个满意的答复 你了 好了 我吃起来 您的那样 都先拿着 好 好 您的那样 我可以给你 你给你了 都要出征了 那些落地 讨厌人 你给你了 有点 seventeenth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萧启营统领 自有职责 恐有不当吧 求皇上成全 此行既以昭安为主 你又有出使阿拉善的经验 也确实能对竞选有所帮助 好吧 朕就成全你的孝心 准你所奏 谢皇上恩典 朕就成全的孝心 妹妹 这个是我额娘 让人从江南带来的杨梅子 我知道你有孕在身 肯定喜欢吃酸的 所以特地为你准备了一点 带过来 谢谢姐姐 打开吧 你先尝尝 要是合你的口味 下回多带点给你 果然好吃啊 我从小啊 就喜欢吃杨梅子 总是吃不腻 你继续欠佳 是不是胃口不好啊 你继续欠佳 可能 是最近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 所以有所影响吧 这怎么能行呢 你现在有胎儿 就算是为了胎儿的健康 你也要勉强自己 多吃点肉才行啊 嗯 我会记得 来 多吃点 你果然是心思缜密 精语应变 居然能想出 以孝心感动皇上 准你随父一同出征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我们父子同心 一定能够借此机会 置庆王爷于死地 在战场上除掉靖萱 确实比在朝廷容易得多 可是 如果让他战死沙场 岂不也成就了他死后得以追封功鸣吗 不知娘娘有何高见呢 如果让他死得身败名裂 岂不大快人心 哥哥 该用膳了 哥哥 该用膳了 怎么了 没胃口吗 没关系的 害喜呀 都是这样的 没关系的 害喜呀 都是这样的 大福尽说了 为了腹中的胎儿 你呀 一定要吃点荤食 多吃点儿啊 王爷 王爷 太不敬 哥哥晕倒了 快 查大医 是 快 王爷 卑职想查看一下侧附近的蛇胎 王爷 卑职想查看一下侧附近的蛇胎 请查看 王爷 侧附近的确有中毒的几下 不过庆幸的是 脉向平稳 没有生命之忧 只有查出毒性 才能对症下药 小祖 我不是跟你说过 每道善事都要亲自验过查过 才端上来 怎么侧附近中毒了 你确没有 王爷 奴婢确实查过之后才端上来的 奴婢真的不知道 侧附近怎么会中毒 那么你尝过了之后 有没有经他人之手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那侧附近怎么中毒了 王爷息怒 非知想查看一下侧附近的晚膳 或许能找出原因 王爷 这膳石之中确实没有毒性 这膳石之中确实没有毒性 王爷 这膳石之中确实没有毒性 卑职想使用其他方式为侧附近解毒 如若奏效 无需担心 至于所中合毒 再慢慢研究 有劳太医了 查 给我彻查 如果让我查出是谁 我绝不轻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了 眉头皱得这么深 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 在宫里当差不是挺好的吗 你一定要陪你阿嬷出征吗 桑主 你可不可以体谅一下我的心情 阿嬷年纪这么大了 我怎么忍心让她一个人 独自去面对沙场呢 我当然能体谅你的一片孝心 可是 你就不怕我担心你吗 我这么做 除了尽孝之外 也是为了你啊 为什么是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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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看 如果我一直在宫里面当差 我只会更坐实 外人对我的闲言闲语 他们一定会说 我只是一个攀龙复凤的无用之人 所以我得赶紧加倍努力 立下战功 才能够真正赢得他们对我的信任 和尊重啊 永鹤 桑主 我真的不舍得跟你分开 但是我得向所有人证明 你并非嫁给了一个无能的人啊 永鹤 永鹤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 在我心里头 你永远是真正的英雄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深情的 你就安心地出征吧 我一定会帮你好好照顾家里 等着你回来 美丽 虽然我不希望你留着肚里的孩子 可是我也舍不得你受苦 不管谁想置你于死地 我都一定不会放过他 王爷 请用茶 王爷 您要不要回去休息会儿 等格格醒了 奴婢立即通知王爷 不用了 我要看着他醒来 美丽 你终于醒了 走 你明天 你不信用 你不信用 再加水 还能吃水 但是即使出海 和尾 所以有毒 这么大的事 要不是太医传来消息 你是不是就打算引而不报啊 老祖宗 靖萱不是有心要隐瞒此事 只是怕您担心 所以 我现在担心 或许可以阻止事情恶化 等事情闹大了 你告诉我又有什么用 老祖宗 是 靖萱错了 请老祖宗赎罪 靖萱 别的事我或许可以不计较 但是这事有关美梨的性命 我一定要追究到底 你要严加查办 是 老祖宗 您尽管放心 靖萱一定会找到真凶 你想想看 王府里 有谁想把美梨置之于死地 在没找到证据之前 靖萱恐怕难以下结论 你不是不敢说 是不便说吧 你不便说 我就带你说 你先娶美梨进门 肃萱就怀恨于心 而美梨又先有身孕 她岂能甘心 为了保住她的地位 而动了杀鸡 这就是她的动机 老祖宗 我知道肃萱的嫌疑是最大的 可是在没有证据之前 我们是很难将她治罪的 我不是要你现在将她治罪 你要不动声色 暗中观察 必然可以查出蛛丝马迹 老祖宗 如果说要在近期找到真相 恐怕不易 再说 靖萱出征在即 为了安全起见 我希望美梨 能暂时移去慈宁宫 由您照顾 不知您意下如何 美梨住在慈宁宫 那是最安全的 您也可以安心去为皇上办事 谢老祖宗 额娘说得没错吧 这个办法可行 现在啊 连太医都查不出 美梨中毒的原因是什么 靖萱就更不知道了 这个办法虽好 可是美梨还是逃过了一劫 就连腹中的胎儿都安然无恙 太医无法对症下药 就很难去除余毒 美梨每中一次毒 体内的毒性就会加重 如此下去很快就会要了她的命 哥哥 你昏迷的时候 王爷一直守在您的身边 我知道 可是她对我越好 我就越难受 因为我根本没有办法给她想要的答案 如果我能一直昏迷不醒 会不会对我们反而是一种解脱呢 不会的 如果你真的永远不行 我只会比得不到答案更痛苦 王爷吉祥 我和老祖宗已经商量过了 为了你的安全 你暂时搬去慈宁宫 有老祖宗陪着你 我想你的心情也会开朗许多 多谢你费心了 可我还是留在府里比较恰当 免得惹额娘不高兴 不会的 额娘也同意你去慈宁宫 你不在府里 我理当替你恪守孝道 尽心服侍额娘 不然的话外人会说闲话的 闲话能比你性命重要吗 小翠 你马上去准备 我派人送你们进宫 是 来 快坐 你来慈宁宫住一段日子 我的心里踏实多了 谢谢老祖宗为我操心 可我毕竟以为人习 还是要多考虑人家的感受 您还是送我回王府珠宝 做祖母的心情都一样 能够为孙儿出一份力 就多一份安心 目前毒害你的人还没有找到 你现在就要回庆王府 太附近只会更担心 这不是违背了你的孝心吗 让老祖宗为我这么操心 我心里也很有愧 来 哥哥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孕妇都是这样 我情愿为你多操一份心 也不要你多一份威胁 老祖宗 哥哥好点了吗 要不要吃点梅子 太喜的人吃点梅子 就不会恶心了 来 怎么样 好一点吗 好多了 主子晚膳已备妥 请主子一驾用膳 来 来 来 坐 我特别让御膳房准备了滋补养生的菜 你多吃点 来 这是东坡肘子 肥而不腻 你尝尝 谢谢老祖宗 吃点儿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 果然是肥而不腻 又爽口 这个鱼也不错 怎么下千雨来了 哥哥 你怎么了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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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美丽 这 这怎么了 美丽 怎么了 美丽 快请太医来吧 是 哥哥 美丽 美丽 哥哥 你醒醒啊 美丽 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这样呢 美丽 哥哥 美丽啊 美丽 太皇太后 此次庆王侧附近中毒的情况 比前次更为严重 如果不找出病因 对症下药 恐怕难以治愈 难道真的验不出 所重合毒 太皇太后 由于庆王侧附近 是在吃晚膳的时候病发的 非之可以判断 毒性与膳食有关 可是 非之已经查过了膳食 非但无毒 也没有相克的食材 因此很难判断毒性为何 我想应该不会是 食物相克所致 要不然的话 怎么会只有美丽 一个人中毒呢 没错 如果是食物相克 我也不能幸免 但是她进宫以来 只是吃了几颗羊梅子 并没有吃其他的东西 太皇太后 并应找到了 难道毒是下在羊梅子里了 回太皇太后的话 羊梅子本身无毒 一旦与肉品同时 就会相克 严重的时候还会丧命 小翠 你挑什么不好 偏偏挑羊梅子给侧附近 奴婢该死 因为羊梅子是大伙子 不仅送的 所以 羊梅子真的是宿营给的 是 奴婢不敢 欺瞒太皇太后 果然跟宿营有关 你自己看着办吧 为什么美丽一旦有意外 就一定跟我有关 难道你非得让我背上下毒害人的罪名吗 杨梅子可是你送的 你休想狡辩 我何须狡辩 我送美丽杨梅子是出于好意 而且我也吃了 我安然无恙 我怎么知道她会因此中毒 就是啊 她也是无心 这 她不是也吃了吗 她怎么知道 这两种食物是相克的呢 就是因为一般人难以察觉 所以她才认为 这是一条最安全的计划 那我问你 为什么偏偏是羊梅子 而不是别的什么酸事 锦萱 你今天如此冤枉我 难道我不知道 一旦美丽有事 我也脱不了干系吗 我就是再傻 我也不会干这种傻事 因为你心存侥幸 你以为可以瞒天过海 既然你一口咬定 是我想毒害美丽 恐怕我如何解释 也难以洗脱我的罪名 锦萱 当初我宁可以死 来成全你和美丽 今日我又何惧 再做此傻事 行 我就再死一次 让你们沉心如意 好了 好了 阿娘 你别管我 好了 好了 阿娘 阿娘 速赢了 行了 行了 阿娘知道你是冤枉的 行了 行了 阿娘 阿娘 你就让我死吧 我死了才能证明我的清白 阿娘 太皇太后无需担心 幸亏病毒发现及时 亲王侧附近只需尽快服药条理 排除病毒 必可无恙 母体虽然无恙 胎儿可受影响 回太皇太后的话 脉象正常未受影响 是 有劳太医了 悲职定当为侧附近尽心尽力 你下去吧 是 悲职告退 是 老天保佑 你和孩儿都无恙啊 多谢老祖宗 这一次 我相信苏银她不是真心要害我的 因为她也不知道实物相克 老祖宗就不要追究了 苏银 如果苏银像你说得那么单纯 我就不会怀疑了 可是苏银心机颇重 你要说她完全无心 我很难相信 老祖宗 您是因为心疼我 可是苏银因为我也受了不少委屈 如果这一次再因我受过 我真的会觉得很对不起她 你安心养病吧 我想 静萱不会因为怀疑而致她罪过 不过 有了这件事 可以提高警觉 也是件好事啊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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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你们俩谁去送 她都脱不了干系 如要对付美丽 必须让王爷对素颖 一丝怀疑都没有才行啊 阿妈 别生气了 阿妈 素颖这次侥幸过关 更增加了王爷对她的疑心 以后如果没有我的许可 你们俩谁都不可以轻举妄动 经此教训 我还敢乱来吗 素颖 以后凡事都忍着点 只要再没有画饼落在王爷手中 你就平安了 孩子 阿妈放心 女儿明白 常事不做 办事有余 老祖宗 我已经问过素颖了 她呀 全都是无心做错事 静轩已经跟我解释过了 我也说过不再追究 你何必跑这趟 我辜负了老祖宗嘱托 没有照顾好美丽 所以要亲自进宫向您请安 算了 这也是始料未及的事 不能怪你 谢谢老祖宗能体谅我 虽然我接受了你们的说法 将此事当作意外 不过 为了防患未然 我认为美丽还是暂时 别回庆王府为好 既然老祖宗有所顾虑 那还是听您的安排吧 老祖宗 老祖宗吉相 老祖宗吉相 老祖宗 你怎么样 没事吧 来来来 坐坐坐 老祖宗 我已经没事了 你不用担心我 老祖宗 既然我已经没事了 误会也已经消除了 我想跟额娘一起回府 望老祖宗恩准 那怎么行 你现在回去 我怎能放心呀 您就放心吧 这几天为我的事 闹得府里不可开交 外界也议论纷纷 如果我再住在慈宁宫 不是落实了他人的猜测吗 这样会影响王府的声誉的 你身为人席 是要以维护夫家的声誉为重 不过 你也得为自己和胎儿的安全考虑 老祖宗请放心 我如果不回去 势必难以平息外界的议论 更何况 靖宣马上就要出征了 我要代替他靖孝才是啊 求老祖宗应允 老祖宗 您就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美梨的 绝不会再让他出半点差错 因为我的事 让姐姐受委屈了 真的很抱歉 快别这么说了 只要你相信我对你 是绝无歹意的 我也就知足了 姐姐对我一向照顾有家 我当然相信姐姐 你们姐妹能毫无心结和气共处 额娘很是欣慰 尤其你身为大夫妻 更要试试啊 多担待些 也许多担待些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 你也太任性了 非得和王府不可 你也太任性了 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 可是如果我常驻慈宁宫 恐怕苏银会以为我心存芥蒂 到时候不利于我们在一起相处 好吧 照你的意思做吧 小醉 王爷请吩咐 我让太医 把所有相生相克的事物 都记在上面了 你以后要特别小心 是 美丽 早点休息 小翠 明天到千王府帮我拿一样东西 是 你本来的 请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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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 请不请不请不求 不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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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肯 你还不做着 那一切都不在乱 是 都是 你还不成功 我还不还不成功 今天是 和一一批 你还不成功 您对他 靖萱 我已经远离朝廷很久了 还能帮得上你什么忙啊 我相信 你应该很清楚 我跟永和之间的矛盾 这次皇上派我协助阿尔尼去调停 永和父子也跟随其后 虽然永和已经对我表示过歉意了 但是我总觉得他们父子俩虎视眈眈 所以我希望你能与我同行 再战沙场 锦萱 不是我不帮你的忙 而是我的刀已断 恐怕帮不了你忙啊 承意 如果我的顾忌属实的话 那么真的出了意外 你不会终身遗憾吗 来 喝酒 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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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风取回来了 给我吧 葛哥 我觉得 如果你能亲自给王爷披上这件披风 我相信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他会转呢 他会大不了 我很宝贝 谢谢了 你结束了 莫莉 不管你怎么对我 我还是无法狠的下心 轻易不顾 前身的意 今生却不相见 就算是天荒地老 说好相逢这一天 虽然你虽然你抛卷晨月 却放不下你的心里的依恋 世纪秘密 四月边迁 转眼成绪环 红尘远去 换了容颜 爱在天地间 啊今生情 来世约 心花净土一片 啊来世约 琴可见 轻易在山水间 轻易在山水间 乖 插 挺 脸 两个人 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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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